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各位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今天要跟您说说苹果 中国苹果树的朋友都知道 苹果树要想有好收成 就必须得为果树去剪枝条 这个剪枝条可以算是 果树当中最重要的一项管理工作 可是现在 有这么一位叫刘全宝的老人 他站出来说 种果树再也不用剪枝条了 您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不剪树一直也上不去 算不上去 俗话说 种树是三分种七分管 种树不成怨人懒 要想种好树 就得勤快点照顾 在种树人的心中 给果树剪枝 那是最重要的管理工作 但同时 剪枝也是最累人最麻烦的事儿 太辛苦了 那刮着大北风 拎下好几度 你也得拿着剪枝 到这个地里边也得剪去 一脚一脚几个月 挺累的 在果农心里 虽然剪枝又累又麻烦 但你要是问他们 能不能不剪呢 还都是统一一个答复 剪一年不剪这时候都完了 就完了 就啥样了 就乱无盲了 他都化不了果了 出了他说 这篇树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这他就是不修理了 给果树剪枝 在大伙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就算是再辛苦 果农们也从没想过说 还能不给果树剪条了 因为这果树天生就喜欢风长 不剪枝的话 就能长一树的枝条 这营养全都使在长条子上了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力气 再去接果了 而且这枝条一多 整个树都不通风不透光 虫子病害就全都来了 就算是结出了几个果子 一个个也都长得是奇形怪状 所以一直以来 剪枝条虽然麻烦 但为了能够长好果子 果农们也都干得起劲 毫无怨言 认为这果树啊 就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 这个叫刘全宝的老人却说 果树不需要剪枝条了 挺甜的 现在这个就是锈尖这两个词 编成怪的技术 几倍就不用 不用不动剪子了 几倍不动剪 基本不用剪 这一言论一出 真是震惊四座 大伙都在嘀咕 这刘全宝的话 能是真的吗 他到底给果树 用了什么办法 可以不减枝呢 这就是来 中医理论 截图这个果树 胜章的各个 各个不同的环境的一些标详 然后根据他的标详 来去编成私质 呼呼 这么一说 刘全宝是把中医理论 和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 给果树用上了 可是这果树又不是人 还能用得上中医 还能用得上哲学辩证思维 这在当时 那可是没一个人相信 当时我的心态就是 哎呀说 这个人他是不是锤呀 他也能锤了 忽悠咱们 大忽悠啊 是不是 就是这种想法 就是这种心态 其实 刘全宝的这个想法 并不是空学来风 在接触果树之前 刘全宝在家乡的村子里 可是一名中医大夫 我要怎么有这个原来的 种意的呢 我不可能想出这么 感觉原来这个情况 有点这个 有点危险 怎么解决他危险 刘全宝嘴里所说的问题呀 其实就是果农最头疼的果树风港 刘全宝所在的村子 几乎家家都种果树 在新衣中 总是会遇到 随身挂着剪刀的村民 因为村子里的果树 大多都是快二十来年的老树了 所以育碧的情况很普遍 大伙呢 都喜欢随身带把剪刀 看到多余的枝条 随手就剪几下 现在问题是剪刀剪刀剪密笔 这问题我感觉还是解决不了的 果农每年剪 果树每年长 细心的刘全宝发现 越是老果树 风涨问题是越严重 起先树小的时候 用剪子就能修剪妥了 可慢慢的枝条越来越粗 剪刀不行敢用锯子 锯子在解决不了问题 通常就把树连根挖掉了 大面积的一个果树密笔 就造不下一个好办法 最后强强地把它的一个果树 把它挖掉 记载都是百年定的荫药 你把它挖掉是非常可惜的 好好的果树被挖掉 实在是又可惜又可怜 因为在刘全宝的眼中 这果树也是有生命的 它总是张牙舞爪的风长 一定是有它自己的原因 可果树不长嘴 没法和果农树说自己的苦衷 果农又不去探究果树蜂长背后的原因 等觉着果树没救了 就把它们抛弃连根拔起了 刘全宝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开始翻阅各种关于果树的书籍 想要找到果树越老越疯长的原因 果树正常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质率 就是啥呢 散背的翻弹力 刘全宝研究发现 果树地下的每条根系和上面的枝条 都是相对的关系 每个根系都有专门对应的枝条 根系吸收上来的营养 会通过营养管道 准确地输送到相对应的枝条上 可如果把一部分枝条剪掉 下面的根系 就会突然找不到上面负责的对象了 开吹这个味道一提高它就上来 上来以后啊 照不见它那个地方 怎么办啊 它不自然 它就给你这个多剩下枝条 这就是造成这个密闭的一个重要原因 枝条被剪掉 营养呢 找不到自己该去的地方 可由于顶端优势的天性 大量营养就会堆积在被剪断的部位 争抢着想往上面继续走 这时 果树就会自动生出更多的枝条 来分散这些营养 所以果树就会越来越玉璧 而且大部分果农为了高产 不管三七二十一 施肥浇水全都只多不少 这就造成了果树养分过多 生长混乱的问题 过多你要能变成 转化成果实也不嫌多 嗯 关键为例子 你这个 你头 底下头子的水 水和肥 嗯 上面这个用不了 用不了 它不是就要要要要 要毛条子嘛 营养多了 枝条就会变多 果农就会减脂 可根系和枝条是相对应的 这么一茧 果树整体的营养收送 全都混乱了 你不是嫌过账 你给我叫回四水吗 嗯 结果你又嫌过账 你就赶快不让我账 都嫌过账 快点 还都嫌过账 慢点 我自己都没法把握了 如果果树要可以说话的话 可能要这样说 刘全宝觉得 既然减脂会加重果树的疯涨 那能不能不给果树减脂 而是用调整控制的方法 管理果树呢 他忽然想到了中医上 有这么一句话 叫虚则补脂 实则卸脂 用在果树身上 不就是弱的增加积累 旺的卸起长势 这个道理吗 那么该从哪来观察 果树到底是虚还是实呢 就是从枝条上 这些小小的芽枝上来判别的 早春三月 果树开始逐渐苏醒 刘全宝呢 正要给一个学习班讲课 课堂就在田间地头上 内容就是教大伙 怎么判别果树的虚实 这些果树呢 都是刚刚在一到两年的小树 别看这时还是光秃秃的 但正是管理的关键时期 这要求就是前期两年要严格 这个编程管理技术就做 刘全宝的技术主要分为两大回合 第一回合就是小树主干的管理 虽说这时候树苗刚刚再现一年 还只有光秃秃的一个主干 但却已经有了虚实之分了 比如这颗 主干上的芽枝各个都非常饱满 这种树苗得的就是实证 需要把多余的营养分散排泄出去 怎么分散排泄呢 就是用磕牙的方法 你地面六十公分 你地面六十公分 二十 四十 六十 对 到这个地方进行磕牙 为什么要在六十公分地方磕牙呢 要是地下来处了个小子 把他拿下来 结果了以后就破土里面去了 就是一些海虫吃牙 还有一些其他的就睡上了 还有一些下雨 那个兔牙什么都不干净 在紧挨着牙枝的位置 刻一个月牙形的刀痕 刀痕呈现包裹牙枝的样子 然后每隔十五厘米刻一刀 也就是五到六个牙枝的距离 因为果树营养有顶端优势 如果不给这些得实证的树苗刻牙 营养就会一直往上走 到最后小树就会长得很高 而且只会在主干高的部分生出枝条 主干第一处却是光秃秃的 而刻牙之所以起到营养分散的作用 就是因为果树输送营养 主要依靠树皮 树皮受伤后 养分的输送会受阻 那么一部分营养就会被截留住 攻击刀痕下方的牙枝 这样一来既可以阻止小树长太高 又可以让主干下面也均匀地生出枝条 有些树苗 主干上的牙枝小小的一点都不饱满 这样的树苗得的就是虚症 得了虚症的树苗就是因为营养本来就不多 却都用在长个头上了 主干的牙枝因为营养不良而发育的瘪瘪的 生出的枝条也就很少很弱 这时候就要用到环切来给牙枝补充营养了 方法就是用小刀绕着主干切一圈 同样是第一次60厘米 之后每15厘米环切一次 环切的主要作用就是破坏营养管道 节留住营养 把营养分段不让营养继续往上 而是留在各自的分段上 最后牙枝会变得饱满 均匀地生出枝条 分清树苗的虚实 采用不同的方法 让主干均匀地生出枝条 这就是刘全宝技术的第一回合 而第二回合就是管理这些新生的枝条 不让它们长得太长 而是让枝条上的牙枝尽早饱满 生出花芽 开花结果 枝条和主干一样 也分为虚实两类 同样也是通过观察牙枝来确定的 如果枝条得的是实证 只需要握紧枝条的根部 像拧麻花一样 让枝条角度由向上45度 变为向下45度 这样一来 扭转部位的树皮会轻微受伤 主干给枝条输送的营养 就会相对减少 而枝条头冲下 失去了顶端优势 营养很难继续往顶端流去 它们就会分散到牙枝上 要是枝条属于虚症 那和在主干上使用的方法一样 还是环切 不论在主干还是枝条 所有工作做完 都不能忘了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只要主干达到2.5米 枝条长度达到40到60厘米 就把主干和枝条上的顶牙 给掰掉 掰掉顶牙 就如同削去了向上的生长点 削弱了主干与枝条的顶端优势 刚才为您介绍的 是刘全宝怎样管理小果树 那小果树当然好说了 不过那些已经用传统方法 管理了好多年的老树 还能不能换成刘全宝的管理方式呢 您别说 对于改造老果树 刘全宝 还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要救这些玉璧的老树 其实也很容易 用刘全宝的话说 就是要给这些玉璧果树 来一次瘦身 就它这么旁 旁边打我 结不了几个小果叉嘛 由小果叉的原则 要进行变成改造 变成改造有一个株的名称 就编成改造瘦水法 瘦身法 对对 瘦减减肥 是是是 所谓的减肥 可不是盲目地去掉枝条 而是要整体地观察果树 如果果树大部分的芽枝干瘪 整体属于虚症 那就要赶紧去掉那些 没有花芽的枝条 让营养集中供养 有花芽的枝条 这个构构它太庞大了 这就到现在 就是叫静间构构 静间构构也讲究方法 这里面有个八字真言 就是能去一大 不去两小 能去一个大字 不要去一个小猫猫子 这些都不要去它 小字才是借过的字 它才是空语争浅的字 像这个张牙五召 这个都是消耗营养 不工作的字 刘全宝口中所谓的大 就是相对强壮的枝条 而小则是相对较弱的枝条 为了使改造的树 当年不减效益 如果一些大枝条上 已经形成了花芽 虽然本该减掉 但是为了保持产量 就要暂时留下 如果果树整体芽枝饱满 属于石症 那就是典型的营养过度 光剪枝条还不够 还得给果树来一个吉时 营养过度 国度的关键就不是受伤了 就第一个把肥减下来 不要伤油脊肥 不要伤无脊肥 也不要浇水 给它控制它 收水给它下午不要吃饭 老树减肥成功后 就可以依据牙肢的虚实 进行刻牙还切 或者转直下垂 有了这三招 不管是老树还是小树 都能轻松地管理果园 利用自然 以时定法 行事结合 轻松灌过 不过 刘全宝还推荐了一招 就是果园生草 果园生草好处多啊 增加土壤有极致 夏天它是菩萨能降温 冬天它是暖炉能保温 而且呢 它还有输松土壤的效果 不过 不过在选择生什么草的问题上 刘全宝觉得老油菜是最好的 老油菜个头很低 从不会跟果树争阳光 可老油菜地下的根系 却特别发达 在北方到了冬天 老油菜一般都会被冻死 可即便冻死了 它在地下依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哎呦 你看断了 有点像小人生 秋子北菜 好吃啊 复南以后啊 它就是给果树根去提供 大量的油脊质 它这个复南以后啊 它脸乎乎的那种脏乎乎的东西 造一大量的秋衣 秋衣很厉害 很厉害 它死了以后 直接蛋白质去供应果树生草 自然那个生草 自然培肺的土壤啊 就能生产到超过农业部的最高产量 现在用了刘泉宝技术的果园 全都是密集种植 机械化管理 达到行间过车 猪间过人 通过对果树辩证管理 单单一亩地 就能达到上万斤的产量 就连刚摘两三年的小树 每亩地也能有几千斤的产量 像这样一棵树 今年应该是二三十斤果 没问题 二百二十棵的话 那么就是能到五六千斤 第三年可以达到五六千斤的果 是很可观的 改变了思路和方法 轻松管理 一样能够轻松地达到高产 这就是刘泉宝所说的 人与果树的和谐共处吧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节目 再见 为啥机械化普及 有人偏偏还用牛羹 为啥看似平整的水田 却充满了隐患 为啥它四船飞船 却被叫做水上飘 它又是如何从深陷的坑里 自己爬出来的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